睡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老高 咱们今天来讲2024预言 又到新的一年 首先说大家新年过来 新年的第一期来 传统项目 2024预言 我查了一下 到目前为止 明确提到2024年 这个年份的预言 只有一个 不包括说年末 去预测明年 你现在是预测了 我说的是预言 提了很多年 就预言了 未来2024年发生什么 这种是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在五年前 曾经做过一个影片 叫两个未来人的预言 实在太可怕了 这个影片中介绍了 两个来自日本的未来人 一个叫2062 一个叫2075 记得 这个2062是日本历史上 最有名的一个未来人 是前一段又出来了吗 对 前一段好像又出来了 那么五年前这个影片 大家不记得没关系 我就随便说两个事情 大家就应该能想起来 它是谁 这个2062出名 是因为它准确的预言 三十一大地震 它是在2010年的11月14号 也就是说大地震发生 几乎正好四个月前 出现在网上 他上来就说 我是来自2062的未来人 回来执行一个任务 就人问他说 是否可以告诉我们 到2062年为止 所发生的自然灾害 他说自然灾害 是不能说的 其实原话不是说 自然灾害不能说 他说所有能引起 大范围人口迁移的事情 都是不能说的 就是说特定地区的自然灾害 一旦说了 大家就搬走了吗 这就引起人口迁移了 这种都是不能说的 利好的也不能说 比如说哪个地方有黄金 大家都去了也不行 哪个地方有黄金 之类的都不能说 那么虽然没说 但是2062留下了一段密码 然后这个密码破解之后 独作亚马尼脑布林 意味爬到山上去 结果仅仅过了四个月 日本发生了百年不遇的 311大地震 海啸袭来 所有爬到山上的人都活了下来 爬到山上的那批人 有人看到他的预言吗 应该是没有的 因为在那个时候 2062还不是很有名 有些人觉得2062留下这句话 留下这个密码 说的不清不楚的 有可能纯属巧合了 但是有网友分析 说如果要警告别人 要发生海啸 又不能直说的话 到山上去 可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所有大型自然灾害 地震台风 火山爆发 这些都不适用于到山上去 只有海啸 是适用这句话的 而且呢 他留下这段密码 超级简单 几乎能看懂日语的人 就能看懂 说明他本意不是想避难你 想让你去破解这个密码 他就是要明确告诉你 要发生海啸 但他不能直说 他在2010年出来的时候 就出来的几天 说了几句话之后呢 就消失了再没有出来 他当初在2010年11月14号走的时候 就说完话走的时候 说了最后一句话呢 表明了他来的目的 他来的目的其实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他这次的任务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接了两天 他有24小时出任务 因为有一个生命体 只会在这几天出现在日文 他这一次的任务呢 就是要采取这个生命体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他这次完成任务之后呢 就会回去 下一次回来呢 是2016年的4月15号 因为在2016年的4月份呢 会有一件大事发生 具体什么他也不能说 但是他说他希望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 他之所以跟大家说 他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是因为他下次回来的时候 再说就已经来不及了 就意味着这些大事呢 一定是在2016年的4月15号之前发生 在4月 但是在4月15号之前 他再回来也来不及吗 结果呢 过了5年 2016年的4月14号晚上 发生了著名的雄本大地震 他再次准确预言了日本的一个大灾难 其实对他来说 这不能算是预言啊 是他的历史 他只是来通知我们而已 由于他准确预测了日本两次大灾难 所以很多网友认为 他是真正的威蝎 然后网友呢就看他网上疯狂的寻找他之前留下的帖子 其实第一次311的时候即使发现了也有很多人不相信他是真的 没有太注意他留言那些内容 这次之后呢 他就开始整理他之前说的事情了 于是就有了更多的预言 比如说一个很有名的事情就是有人问他未来什么东西不能吃了 他说鱼蝎 哦对这个我记得 记得吗 当时还在想为什么鱼蝎不能吃了 现在知道了是吧 其实当时日本排水的时候就很多观众在我们5年前的影片下面留言 说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啊 虽然没到那个程度吧 但是他说的也是2062年那个时候 海洋被彻底污染了 海产品不能吃 还有什么宇宙冬 对 有人问他说你来了是吃这边的食物呢还是吃你那边的食物 他说我不能吃这个时代的食物 只能吃我那边的食物 就是宇宙动物 宇宙饭什么样不知道啊 他和我们是一个宇宙里的 不是平行的 感觉上是一个宇宙里的 而且呢 关于海洋污染这个事情 他有提到一些细节 他说到2062年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了能够处理核污染的这种设备和技术 唯独海里的处理不了 陆地上都可以处理 就造成人们虽然还可以活在地表 但是不能吃海里的东西 哪年开始不能吃 这个他没说 那他2016年4月份又回来了吗 这个事情就不知道了 为什么我跟你说啊 是这样的 不是 就是当初2010年他出来的时候 几乎没有人相信他是真的未来人 也没有人注意到他 但是过了4个月 311发生之后呢 情况就不一样了 有不少人就注意到这个未来人 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在网上去搜 看有没有人真的预测到311 结果就发现他了 他就火了 不过他说他下次回来是2016年嘛 我还很遥远 但是2062火了这个事情 在网上一发酵吧 就不断的有人崩起来说他是2062 说我提前回来了 对不对 对对 跟他聊天之类的 这次再回来吧 说的内容就参差不齐的 有些人之间还有矛盾 你就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他怎么不用原来张行发言 就是在你呛上 没有办法用原来张行发言 直到今天日本网上都不断的 蹦出人说他是2062 还有人做YouTube频道 是不是真的都不知道 所以能够确定真正的2062 只有2010年发言的那些 也就是说2016年4月份 即使他回来了 他的真正的发言都淹没在人海之中 找不到了啊 那么就是这个2062 在最当初的2010年回答的一些问题当中 有一个问题他明确提到2024年 就是有一个人在11月14日晚上19点 22分20秒的时候 问说听说日本要大量引进外国移民 日本会不会变成一个全移民的国家 未来会不会影响到日本的治安 确实日本老龄化非常严重 年年人口负增长也特别缺手劳努力 最近几十年都在努力引进移民 有些日本民众就会比较担心 大量的外国人涌入之后 日本治安会变差 这个2062当时的回答就说是 不会有大量的移民涌入 因为2024年日本家发生一个大事件 造成日本移民不会增加 就说明日本今年一定发生点什么事情 造成大家不想要移民日本了 或者说日本不再接受移民了 他原话说的是大事件 说明这个事情不是事故 不是事故就好一点 事故一般都是悲剧性 就像福岛那种都属于事故 他说的事件就不好说了 有几种可能性 比如说战争 自然灾害 或者就是公共卫生危机 比如传染病之类的 造成日本突然闭关锁国的可能性是有的 战争也分为对内战和对外战争 有时候国家发生内战的时候 也不能引进移民 究竟是什么 他没说 那个人也没追问 那么这个2062在回答的问题当中 还有一个提到年份的 就是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 就是有人问说到2062年为止 是否发生过世界大战 他说发生过一次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么有人担心他不能展开说 就旁敲侧击的笨说 我听说好像有人计划在2030年 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来着 你要知道细节能不能说一说 然后这个2062就说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不发生在2030年 是发生在那之前 也有人问了 他说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几乎所有北半球的国家都有参战 南半球的比如说非洲澳大利亚 还有南美那些地方好像就没有参战 因为他没有提到 他提到的都在北半球 他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焦点是在亚洲 是由亚洲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地方 亚洲进入大混战 但是他说大家不用担心 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不是核武器战争 而是化学武器战争 就稍好一点 但也没好到哪去 不需要担心吗 需要担心了 然后整个战争也是相当恐怖 而最后 细续了多长时间 没说 他说整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亚洲最大的赢家是印度 他说整个亚洲大部分都被印度占 你不记得了吗 这五年前我们就说过这个事情 你记得可能没当回事 他说印度的总人口将达到55亿 五十五亿 那就说明是哪个国家和印度的分争引起了第三次世界 有可能 这个一会我还可以提到 那么他还说了一些其他恐怖的事情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查看 他就没说点什么好事情 好事情也是有的 比如说到2062年为止 所有的疾病诊断和手术 全都变成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来完成 人将不再参与医疗的过程 老龄化的问题也会彻底解决 怎么解决没说 但是后面的话你大概能猜到 怎么解决 好吓人 他说到2062年的时候 殡葬业和福利设施都不存在了 永生了 对啊感觉上就是嘛 火葬场不在了就意味着永生嘛 是吧 所以解决了老龄化的问题 还是殡葬业自动化了 对有可能 这是另种可能性了 那么福利设施不存在了 也就意味着比如说像老人院 孤儿院不存在了 这有可能是自动化 他不是62年才实现吗 不是 他的出生之前就已经实现了 他出生是四几年 他好像是40年 那我们赶得上耶 应该能赶上 那么还有人问他说 月球的开发计划怎么样呢 是不是建成了这个月球上基地 他说到2040年后半期的时候 美国在日本和印度的支持之下 实现了月球的永久基地 就是相当于占领了月球 在上面进行开发了 他再次提到了印度 可见印度在当时是多么牛的一个国家 都得需要印度的支持 没错 还有人问说 东京变成什么样子了 他说啊 东京变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城市 有地上城 地下城 还有空中城 很繁荣 他说地下城什么样子 他说地下城和地上城 其实没什么区别 高楼林役 也有磁悬浮列车 东京地下城的人口达到800万 然后他还说了 在未来呢 南美中东和非洲 将会是最落后的地方 中东落后呢 是因为石油不再是 当时主要资源 这是在14年前说的 对 2010年说的 那印度和中国发达了 那么还有中性制度吗 这个没人问 因为他当时是在日本留言 所以很多问题都集中在日本问题上 是吧 那个时候和日本最对立的国家是哪个国家 他说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 跟日本是对立的 就是俄罗斯 剩下跟日本都是蛮友好的 但是他说 当时日本的情况非常不妙 因为海平面上升 再加上海水污染嘛 它就很危险 那么除了13年前 2062提到了2024年的预言之外 还有一个提到2024年和印度 这个呢不能算是预言了 是一个预测 这个预测呢 来自于英国著名的灵媒 叫克雷格·哈密尔顿帕克 这个人曾经准确地预言了英国脱欧 特朗普当时总统 让他声名大噪 但是呢 有很多人觉得他是懵的嘛 结果这个人在2017年预言了有一场席卷全球的瘟疫 他一下呢就疯神了 很多人就说啊 这是一个末日预言家 因为他预言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悲观的 哎 这个人现在也经常上英国的电视节目 还有写了很多的书啊 但他的本职工作呢 并不是预言 他是一个灵媒 就是和死者通话和灵通话的这么一个工作 只是他说啊 他偶尔会看到未来的景象 他就会预言两下 这个人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 在YouTube上上传了一个直播内容 两个多小时 是对2024年进行了一个预测 首先他说啊 在2024年的时候 看到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发生的冲突 这也有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所啊 他说他看到一次相当大的地震呢 影响到了整个美国西海岸 甚至到了墨西哥城 但是他说他并没有看到有房屋倒塌 只是感觉到有地震 很大的地震 他房屋都没倒 他还说他看到了大洪水淹没了伦敦和欧洲各国 特别是英国和德国受灾严重 他还看到了一场海啸发生在澳大利亚 都是他看到了一些情景啊 他说的事情覆盖料好大 是啊 末日预言家嘛 都是这样的啊 然后他说他感觉啊 凭他自己的感觉啊 他说2024年呢 不会是一个反弹和复苏的年份 真正的反弹和复苏呢 将发生在2026年左右 什么经济吗 经济 所以呢他说大家这两年应该多隐忍 多准备为2026年的大爆发而准备 最后呢他还是笃定啊 2024年11月份的时候 特朗普将赢得美国大选 他说这是他的直觉 那么关于2024年的预测呢 我还问了一下 现在十分神通的拆掉GDP 我问他就是结合你的数据 当前的形式啊 有没有能够预测一些 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 他说2024年可能出现太空旅游的 商业化大重大进展 民间太空旅游或者太空旅馆 可能变成更加普及和可行 为大众提供太空体验 这个确实是有可能 那么还有就是突破性的寿命延长疗法 可能发现或开发出显著 延长人类寿命的医疗技术和药物 这可以期待一下是吧 然后就是人工智能呢 达到类人水平 AI可能在某些领域达到 或超越人类智能水平 引发道德和社会的重大讨论 第四个 可能发现外星智慧生命的迹象 通过深空探测或电波信号 可能发现外星文明的证据 这个其实挺恐怖的 不是发现外星人的尸函 是发现他们的信号 下一个有可能发生的 就是全球范围的网络攻击事件 可能发生前所未有的 影响全球的大规模网络攻击 对基础建设和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第六个 突发的全球气候事件 如极端的天气现象或者自然灾害 对全球生态和社会造成巨大影响 第七个 革命性的能源发现或创新 有可能影响到石油了 比如实用的核融核能源技术 可能彻底改变全球能源格局 第八个颠覆性的经济危机 可能由数字货币 房地产市场或其他金融工具 触发的全球经济危机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第九个 突破性的宇宙理论发现 可能改变我们对宇宙起源和结构的遗迹 第十个 重大政治改革 某个主要国家或地区 可能经历意想不到的政治变动 影响全球政治格局 他说当然 这些预测的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并且是基于当前的科技 和全球趋势的推测 未来的实际发展 可能与这些预测大相径庭 所以大家听听就可以了 好说了这么多外国的各种预测 接下来咱们从中国传统的角度 来预测一下 明年是龙年 通常龙年代表事业的发展 运势的上升的开始 所以按理来说 明年应该是个不错的年份 但是有一点不巧 就是明年从天干地支上来说 叫假成年 就是青龙年 龙年有很多种 就是青龙年 这个青龙年有个独特的说法 就是青龙守财口 意为青龙把守财库 说明财库不是那么容易打开的 青龙年通常不好赚钱 所以我强烈的一半 就是从现在开始 金融结构不会再使用画树 来套你的钱 而变成非常明朗的 骗子 画树已经不好使了 对 画树是不好使的 所以今年最主要来说 守财库 对对对 青龙守财库的意思就是 它帮你守住财库 不让你流失钱 就是从另个角度来说 也是个好事的 别人不容易赚你的钱 你的钱就不容易丢失掉往上 而且还告诉大家一个好事情 就是2024年 正好是下一个20年大运的开始 叫下园九运 这个运势是180年唯一轮回的 不停的重复的 而2024年开始 正好是下园九运的20年开始 也叫九死火运 这20年是火属性的 所有跟火相关的行业都会爆发 电子计算机网络通信 这些属于火啊 对 石油电力天然气 做饭 寺庙盗灌 就是烧香拜佛的地方 都会火一块 都会火爆 这个大运将会持续20年 到2043年为止 而今年就是转运之年 从什么运转到火运呢 咱不就要说上20年 上20年叫下园八运 下园八运呢 是土运的20年 所有和土相关的行业都活 不动产 房地产 能源 煤炭 主要是煤炭 这个20年下一个 再下个20年 从2044年开始 我们2043年时候 给大家讲 下园八运前面20年 那是一个凶的20年 就是三元九星嘛 九星是有几有凶的 接下来20年是几 再接下来20年也是几 前20年也是几 但是再往前20年 就是下园七运的20年 是凶的20年 那20年 那20年打砸抢 是火爆的 对吧 真的耶 是金运的打砸抢 就动到了20年 那接下来40年都是 接下来40年都是好运的 这个东西是结合周易来的 所以它是有属性的 那从周易的角度来说 2024年 墙水运之人 是要发财的 不是我吗 恭喜你 墙金 墙水 若木 都是发财的 墙土也可以 所以接下来20年该干什么 我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是吧 干什么呢 真的没记住 电子计算机 网络 通信 我都不能干 都不能干 那寺庙倒灌吧 不用你真的去当 你就烧就行了 是吧 拜拜就行了 教堂不行啊 这是中国的风水 但是我觉得 滨海万华人 每年年末初的那个 属相那个挺准的 那个挺准的 那个挺厉害的 去年我们分别是 倒数第一名的第二名 我们在会员影片里 有一期专门录了一段给大家看 那是咱们第一名第二名的时候 对 去年倒数第一 第二名 那今年肯定不是倒数第一 今年肯定不是 不能连续两年都是 那也不能 所以恭喜你 对 我有一点点担忧 是吗 去年也是倒数第一 今年肯定不是 但是我是倒数第二 我变成倒数第一 我变成倒数第二 那么惨 还有前几天 有个讲生日那个超准的 那必须的 这都是有关系的 不过那个案子上 咱们现在把语言说出去 就让大家期待一下 马上就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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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